我想在去年的九合一 就是2022大家學到了兩個教訓 這個部分是藍綠白 只要是台灣的政黨的這些政治人物們 都學到了教訓 首先像第一個 為什麼今天陳歐珀這麼快就宣布他退選 因為他後面大有人在 他怕一串葡萄 就跟當初的學輪一樣 會串出太多人 然後就會傷及了最重要的命脈 所以呢只好自己裝作斷點 那現在我們要講的是藍營 在今天他也展現了2022學到的教訓 在這個520那天的晚上 這個侯友宜的首場見面會上面 他當時口快了 他說出了台南人沒有眼睛 那隨後呢 我們看到他昨天就立刻道歉了 今天我看到是龍戒先也跟著道歉 那雖然龍戒先當天就立刻有補說是 沒有這個福氣才會選出賴清德 不過沒關係 因為呢只要有被操作的空間 立刻出來道歉 我們就給予肯定 那藍綠都一樣 藍綠白都一樣 只要出來道歉都給予肯定 那不過還有很多人 可能也要同步出來道歉啊 韓兵哥我們就這個 其實都還蠻值得讓大家重新想起來 很好想啊 例如像當初的林佳龍 那時候林佳龍沒有選上台中市長 蔡英文就說出了 台中人欠林佳龍一個道歉 陳其邁選輸了韓國瑜 管碧玲說出了高雄人對不起台灣 2016年的花蓮市長補選國民黨獲勝了 段銀康說出了無法假裝不鄙視花蓮人 更不要提到 蔡英文還提到了解放花蓮 我現在隨便舉的都是前幾年的事情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就在今年不久前的 南投的這個市長的補選 南投立委補選 當時呢 這個立委羅美玲啊 他就講出來說 明天如果你沒有投給蔡培惠的話 就讓他失望了 然後我們就真的對不起他 老是對不起 老是讓大家覺得欠道歉 然後呢無法假裝不比是花蓮人 這一些怎麼都沒聽到他們出來道歉啊 民進黨不會道歉啊 因為他道歉了 就好像他承認錯誤啊 就反而要人民道歉啊 是 所以民進黨從來不覺得 實際上他們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錯啊 他覺得本來就是你們對不起我 他們的想法一直都是這樣的 那所以 我必須講韓國瑜有沒有失言 我認為有 所以他道歉是應該的 我覺得沒什麼好講 那也不要學民進黨這一招 因為民進黨這一招雖然 他們自己覺得很好用 反正我就死不認錯 死不道歉就沒事了 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選舉 台灣人慢慢會記得了 台灣人也會想到了 你們每一次都叫別人道歉 結果你們自己從來不道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有力的一個對比 那我一直覺得綠營很呆的就是 他們現在極力而想要 去把何友宜打成一個統派 然後你也是要賣台 你也是支持一個中國 你要跟對岸統一 你要跟對岸在一起的 你會出賣台灣 他們想要給何友宜貼上這個標籤 我一直覺得他們這個操作好怪 因為 侯友宜其實完全是個非典型的國民黨 對 老實講 國民黨內很多人還疑心他的獨派 我講實在話 然後結果你們現在居然想要把他打成統派 我真的就覺得滿趣味的 那侯友宜實際上 說真的還有很多人在質疑說 侯友宜到現在為什麼還沒講九二共識 其實侯友宜沒有講 他只是講尊重九二共識 尊重九二精神 他並沒有說他到底支持不支持九二共識 他其實沒有這樣講過 然後一國兩制他是直接表示他反對 那他也表示他反對台獨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覺得 民進黨要去抹 給他戴這個紅帽子去抹抹紅他 我個人認為是極度困難 因為他根本就不是走這條路線的人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根本不是外省人 所以你很難去抹他這個東西 那會打這個 我認為他們現在還是把侯友宜 當做傳統國民黨在打 所以想說先打試試看 可是你看這幾天 看起來炮火好像很猛烈 可是其實沒什麼效果 打不到點 對然後接下來他們就打他這個失言這個 但是失言這個說真的打不了多久 因為他已經盜竊了嘛 你還繼續提嗎 那繼續提的話 就會讓我們想到你民進黨過去是怎麼樣 鄙視台灣人的 你們是怎麼樣 只要你們選不贏的地方就是很糟 其實花蓮不只段宜康講過 連尤希坤老師都講過 你知道他當年在花蓮選的時候 他選完也是對花蓮人非常不滿意啊 對啊 那民進黨下來就這樣已經好幾次了 然後反正每一次你會發覺 他們的輸了都是 大家對不起民進黨 選輸的怪選民 對都是選民的錯 都不是他們自己的錯 他們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錯 那民進黨就是這樣一個死不認錯的一個政黨 所以我覺得 台灣的民眾是不是自己也要去想清楚就是 但是你們還不夠煩嗎 每一次選舉都叫你們道歉 你們不累嗎 你們到底是欠他什麼東西 照理來說 你今天要來選舉 是你在拜託我們給你一個表現的機會 那你表現不好怪誰啊 要怪我了 誰叫你自己表現不好活該啊 下次再表現好一點啊 我們再考慮要不要接受你啊 可是民進黨完全就是 民進黨完全是一種情緒的勒索 他慣常用的招數就是 台灣人就是要支持台灣人 怎麼可以去支持外省政黨 怎麼可以支持外來戰權 所以你不投我 你就是出賣台灣 其實他們邏輯就是這樣 很明顯的這樣的操作 可是隨著台灣的整個社會結構改變 其實台灣現在說真的 還剩下幾個外省人 我講實在我算外省人 因為我父母都是外省人 可是問題是我從小在台灣長大 所以我說真的 如果按照基本的正常的認知來說 我就是台灣人 那台灣現在不是在台灣長大 然後是父母都是外省人的 還剩幾個人 根本沒剩幾個人 所以台灣還有幾個外省人 那你還要去操作這些東西 我覺得極度困難 像之前 他們侯友宜還沒有被提名之前 你知道他們在網路上 一直到處要散佈什麼 不會提名侯友宜的 國民黨這種死外省犯藍政黨 就是看不起台灣人 所以一定會提郭台銘 然後等到提了侯友宜了 他們現在又開始又轉換 說什麼 你看侯友宜 他們就是這種 跟這些死飯藍的老骨頭 然後怎麼樣 又開始用另外一招了 每天就在那邊不斷的 給人家抹紅抹黑 抹藍抹綠 結果每天到處亂抹 他們尤其準備很多 到處換顏色 所以我真的覺得 民進黨的這個選舉招數 看起來已經老化了 那你看賴清德 他最近已經無聊到 不斷的丟影片 連什麼要學周伯通都講出來了 這種無聊的東西都講出來 表示他真的沒招了 而且我也拜託民進黨的人 你們現在是怎樣 是點已經枯竭了 連金庸小說 金庸是什麼人 金庸可是不折不扣的外省人 那武家老說是不折不扣的中國產物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 你們這麼討厭中國 可不可以不要再去引中國的典故 而且還引得讓人家覺得你很無能很好笑 所以我真的覺得 民進黨這次我看出來的最大的危機是什麼 就是過去民進黨很會操作選舉 很會針對一個話題 做梗圖啊 然後去發很多的這種 在網路上能夠引起共鳴的東西 現在看不出來 你看他們最近接連打了幾次 在網路上其實基本上沒什麼共鳴 而且打得好亂喔 對就是毫無章法 然後賴清德本身也不像是 很會這一套的 就是你看他拍那些影片也好 或他講出來這些口號也好 看起來都KK了 好像格格不入的一種感覺 我真的覺得民進黨如果不換一種打法 還想要複製2019到2020 蔡英文的那個慎選模式 我看這次沒有這麼容易 多一份力量